日前,港交所刊发有关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检讨的咨询文件 建议对连任多年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设九年的硬性上限 九年届满后,虽经过两年冷静期,才能重新获聘 此外,文件建议一人不得同时出任多于六家上市公司独董 试次咨询文件仅限独董,不包括执董或非执董 文件提议多切三年过渡期,即假切实施,2028年1月1日起材生效 截至2023年年底,任职多于六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有23人 现年79岁,前立法会议员石礼谦任职九间上市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泽巨,未计非执董或独董角色,他以集长实,长和,长江基建,长江生命科技主席 另外,郑家纯同时任职新世界,新创建,周大福珠宝主席兼执行董事 以及丰盛生活服务及友善宽大主席兼执行董事 本来,郑家纯同时任职新世界,新创建,周大福珠宝主席兼执行董事 本来,郑家纯同时任职新世界,新创建,周大福珠宝主席兼执行董事 今次,郑家纯同时任职新世界,新创建,周大福珠宝主席兼执行董事